OK 大家好 欢迎收视视频 现在先是 是这个2月4号1点38分凌晨吧 快两点了 好 这视频讲一下这些东西 这是大盘石油黄金欧派克减产减产 呃 产链吗 保油价 然后是全球 全球股市反弹中 呃 关注的东西 呃 我 其实 就蛮现在这里吧 反正因为这两个板块也没有完全降下来 不过我还是把它删掉吧 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 就关注银行和 一大堆股票 其实下面其实这些也是我比较关注的 然后 呃 GLD 我已经测了 然后 AVGO 还有其他一大堆股票 我等大家看一看吧 呃 这里其实也 也不少 嗯 ORCL 对 我现在手上有ORCL 今天有加码 呃 今天有没有加码 呃 对对 今天有加码了 ORCL 这我前两天 前面已经有蛮几天了 呃 回顾一下吧 首先快速回到GILD吧 这个是大家知道 有传言说他卖了一个他的效果 临床时也不错吧 也不是临床时就是目前治疗这个冠状病毒 好像有些特效要感觉吗 就是有个人 反应的不错吗 我后来 今天 呃 跟大家说一下他的 他是 2月4号下午 业绩报告出来吗 我今天我觉得现在我 这个价格可以接受 已经没有必要再坚持了 我就可以接受吧 赚了 这这张赚的做的不错 比例盈亏比不错吗 然后我看到他2月4号业绩报报告交出来 然后我就测量了吗 所以你看这是纪录吗 然后这个是我的外面户的话是这样子吗 我第一个点是在21号的买了吧 21号买一次 二十号又买了一次 谁说是在 这个地方62点这里一次吗 62点九几吗 然后63点第二天 呃 这是第一天买的 呀 对不对 那 我是在这里说出来是在21号买进去吗 这个地方其实没东西 然后 这里又买第二次 这个是不不存在 我刚才看错是20号不是23号是24 是这里买了一次 第一次第二次 平均价带是在二十六十二点九几吗 第一次是在六十 六十二点一这附近买的吧 然后 然后等了几天之后 当时其实我原来打算是在 我原来其实打算是在 这里卖掉是在六十六十六块这附近吗 呃 这外 后来升到这里下降了 然后 然后 止损在这里吗 后来新闻就出来冠状病毒的 他的一个临床实验在华盛顿州挺成功的 后来那是星期五的时候吗 然后今天是星期 星期一的时候 早上开盘的时候找到这里 我没有在这里卖掉吗 呃 没有在这里没有开笑 如果当时的话 我如果早点起床 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一分钟头 哦 当时是在这里 对我没有在这里卖掉吗 当时后来价格就降下来了吗 降下来之后 后来他这里形态是这样出现吗 这里上来 下来 上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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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里就全部撤掉了 六 六 十八点 六 十八点 八 二 啊 后来我以盘降了一点 其实他现在盘后的价格又又回调了一些 又回调一些 明天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已经跟我没关系 所以说回 所以说这个 这个当时还是比较成功的 呃 你可以看 大概有 一 二 三 点 一 一 二 三 差不多快四倍了 这个盈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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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有的 我这完全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 我就有点意外 好好 看一下 这个 就看看现在的sb500的情况吧 现在大盘的情况是现在在上升当中吗 大盘在哪里 在这里 ok 看一下 现在上方打涨到这里吗 我现在 昨天之前 我们 我看 我说是这个地方吗 这里上来 啊 这里已经维持住了 现在上来 现在的主要的阻力 我感觉是在 两三千三百附近吗 这一道是之前的话 这里吗 是这个 这个地方其实主力是挺大 是三千三百左右 估计这里 如果说到时候 如果明天两 明天一 或者明后天 这两天 如果 到了这里之后 估计这里要 要可能会挣扎一下 看看中国现在 发疫疫情的那个控制 已经到了什么情况吧 如果说 我我我个人是比较 乐观的 我自己带来自告 大家知道我我我看法吗 就是 我觉得这个病情的话 现在问题在于 是要维持 就是要 就是 就是高峰点吗 就是什么时候 这个确定病例会从下降的趋势吗 我当时现在前几天我讲过 一两天为算 就是 就是说 如果说确诊的病例 如果能够连续下降两天 我把它成为一个转折点 光是一天不够 因为当时好像我记得是28号的时候 28号还是7号那天 当时有出现一次下降 当时我就觉得很乐观吗 看来我是 后来看来我我当时没有 是那个想法是错误的 后来 所以说 后来到了 28号 后来第二天嘛 新增病例就快速上升了嘛 所以说我现在的标准就提高一点 就是如果能够连续下降两天就ok了啊 现在的话 今天的仪式病例是下降了 已经下降了一次了 一天了 但是我觉得不够 要连续下降两天 现在的话 治愈人数 出院人数再快速上升吗 最近一天是出院了160多个 然后随着那两个医院的这个火神伤 雷神伤 雷神伤差不多见好了 今天的话 我刚才有看到直播吗 火神伤已经开始有人进去 有病人进去处理的嘛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市场能够看到 出院的人数能够快速的上升啊 治愈人数能够快速上升 这也是挺好的现象 现在的话 市场其实基本上已经 呃 就是上次美国那个宣布的那个 那个紧急情况的冲击之后 现在已经连续下周头都在上升阶段嘛 就我感觉现在市场又把关注点集中在业绩报告 呃 基本的情况 大盘的话 就是从这里上升之后嘛 我就第一个主力大的主力在3300左右 可能会有点困难 这里嘛 对 支撑的话哪里啊 支撑的话就在这里嘛 还是老样子 是在 之前在这个地方是在 3200 我感觉3245这附近吧 或者说这里有点反弹 反正这一带 我估计反正在这一带 我感觉是有一点点 有一些for support ok 呃 现在石油石油 ok 我就回答石油 我就直接说一下今天的新闻嘛 就是apark前厂 这个石油产量来保价嘛 我就我现在说这个东西直接跟这个结合在一起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现在 现在在CNBC的首页的投榜 你看一下 这里是 or oil bear market 然后opark是没开会嘛 紧急情况 去 处理这个 这coronavirus嘛 呃 现在因为他这个 你这个病毒发生之后嘛 中国那边当然工厂很多整个产业就是 社会的这个 机器就运装就就停下来嘛 或者暂时就效率 就是 速度就变慢了嘛 那么对石油的需求就是大大下降 所以说这是从 呃 基本面来分析 为什么这几天石油价格这么差 好 看一下 呃 油价的情况 ok 好 现在油价情况是 我觉得我现在是 是比较乐观的 你看一下 我们其实上次的话 之前这里有个这道这道防线是吧 我们看一看之前这道防线上来其实没有维持住后来下来的 后来今天的话 此时此刻啊 就碰到这个地方 50块的价格是个非常一个 关键的教育啊 这是一个 全世界我相信很多沙特就是欧派各国家都在关注的价格50块钱的时候今天他们 当时51块的时候快要到50块的时候他还没有开会是吧 今天当价格破了50块之后 欧派各紧急开会就要 又增加了这个情况就是 他们现在是这个情况 大家你可以看在首页这里嘛 他写嘛 呃 今天50块之后欧派各 又开始就是 原来他是说产量是一天减少 180万通嘛 原来是减少 现在呢 OK在这里 OK在这里看一下OK Monday是星期的时候 呃 这里有个报告吗 是说欧派各国准备另外除了原来的是减少 一天是180万通 另外还追加 再追加再减 减量减少50万通嘛 呃 这样子吗 再追加 嗯 好 基本上这样子了 那现在呢我们看看油价的情况是反弹 现在是50块反弹 我觉得是这里这个情况的话 呃 现在现在有个大背景嘛 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中国那边的厂生产那个整个 是是是下下降的嘛 然后是对于石油的需求是绝对是下降 至少在几个月之内的 那么现在欧派各国能够做的就是减厂不断的减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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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艺下降了嘛这个等于说人为的创造这个价格把它抬高了嘛 我觉得他们是我个人就我个人看法是他们有这个能力的 那么今天的话是个拐角点嘛 如果你可以我们注意一下在前 看一下 你看 如果按照日线图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之前是在 53块这里呀 曾经有一次是生的就是opening 就是那个绿色的candle是吧 那其剩下的这几天每天都在下降 下降下降已经从29号 30号 31号 1号 呃 3号 这里都是都是这样的嘛 这里其实你们可以注意到其实那一天啊 如果就日线图的话其实昨天 并没有维持住又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另外24个小时就在这个点啊 2月4号现在是绿色但是呢这个candle还没有close 还有还有还有他要等到什么close呢 我记得是在下午明天下午的这我现在这个是美国多么时间吗 还有 十几个小时才close 所以说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种最保守的操作就是等到他这个 能够确定 确定这里是个绿色的时候green的时候啊 也就意味着这是就最一个星期来第一次啊 green candle也就说明说 50块 就是第一次开始有反弹了 要么就是买家要么就是市场这个 操作这个油价的人吗 第一次反弹 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有的人会说如果这里买的话会不会亏 会不会再讲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对于操作 我个人认为操作交易的人吗 我是这样理解吗 就是我我这么多年来我想理解 就是 这里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我觉得石油能涨 OK我就在这里买进去 我分析一下 就可以了 至于能不能够百分之百能够反弹 我不知道 就没有一个人交易的人能够百分百知道 你交易每个单子能够做到什么 一定能涨这不可能的 是吧这个没有人上 但是能够做到一点就是如果说这里明天能够反弹回来的话 那止损一般来说是可能说设计设置在这里 他如果这里反弹的话可能会反达很厉害 可能会可能会反达很多块钱 OK OK 这就是交易的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 做一定的分析把成功的几率升高一点就可以的 但是没有一个单子是百分之百的 都回过来头 就是回到我这个深圳 我看一下 我昨天的事 OK我等下 我先讲一下黄金吗 再讲一下全球股市吗 黄金 因为我我一般来说顺序先 先跟着顺序走吗 黄金的话没什么可做 上次也跟大家讲过 现在黄金 黄金的话昨天在这里 看他没有维持住 你看看 之前这里维持住了吗 然后在这里 这里是后来就没有了下降了 接下来的话 OK这里有一道 这里现在可以在 1570的附近有点反应 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完全close 还有 8分钟才结束 但是现在还是红色的 但是我可以注意到这里有些确实价格有点变化 那么这个就跟刚才我那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是小时限的吗 小时的 一般来我我注意到一般来说 日线的话 它的support resistance 是比较强 就是 成功率或者说是 准确性比较高的 就是日线 因为 就是小时 日线的话 它的support 要比小时的support要强一些吗 那现在这个是小时的吗 我现在太胡乱了 这样子我就看得没清楚吗 大家看一下在这点吗 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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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看看能不能够有个明显的反弹在上 你一般来说我都是等到他能够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 他还没反弹你就杀进去 这种的话就是冒险会比较高点 但是 如果说中的话 你可以 朝底吗 但是有一种比较保守方法 就你等到他价格反弹的时候再考虑买进去 这是另外一种 那种是比较保守一点的 保守一点的操作方法吗 OK 这是一个点 如果这里在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 我基本上应该是在这里了 跟着这里就走 然后接下来的话 再下来就 哇 这里我我我个人觉得我这里在这样的话 这里是 这里还可以在 反正我觉得这这种旁边 这里已经睡了吗 因为之前在这一段已经 之前我这里有一段 这里已经睡了 现在已经断了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下 不太喜欢再做进去的 这种旁边 好现在 看看 这个新闻的话 在之前已经讲过 欧派克经常 我已经讲完了 然后其实现在的话确实 相对于大盘 我也挺关注 石油的进入了吗 嗯 其他方面没有什么新闻了 看一下 没什么新闻了 现在 现在美国的选举 民主党 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了 开始 看一下谁跟川普挑战 好 好 其他也没什么可讲 那我先说一下 这个全球股市 访谈中 就是这是个现象 我来说一下 刚才 就是我昨天讲到中国的股市 你可以注意到中国的股市 现在就香港 我跟我说过了 香港现在旁边是最好做的 比较容易的吗 依旧我之前说过 这FXI 明天还会 就是今天涨了一点几 明天 你呃 差不多191吧 明天的话 FXI会继续上涨 百分百的 这不用 不用再怀疑的 你可以注意到 呃 就是 跟石油一样吗 就是 加石油是在这里吗 可以在 石油 石油在这里 这里反弹了 OK 石油在这里反弹 是吧 在50块这里吗 那这个香港的恒生指数 就在这里吗 可以看到 现在非常大的反弹 现在非常明显 因为中国央行已经 今天的话 中国已经亚行已经说回来就是 然后另外中国现在的很多一些媒体吗 呃 也开始说 好像是官媒应该是官媒吧 就跟市长投资人说不用担心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一定会过去的 呃 并且指出 看一下这里呀 呃 中国的 股票已经 稳定下来了 这个在哪里讲到 好像 啊 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一个推特 稍微不用看了 反正我们就 单纯价格来看吧 现在恒生指数啊 是这里上涨吗 上涨的话 就像我昨天讲过 我们也不知道 所有的交易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 我当时的分析的原因已经跟大家讲过 就 我觉得为什么说这里反弹的机率挺高 是因为第一点这里 本身在技术面来说是一个support吗 很明显的support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中国央行的时候会来救市的 呃救市吗 呃我当时也跟大家做了一个2009年初的时候 美国央行的那个 操纵股票的那个记录吗 所以说 这是我的分析吗 但能不能够涨 我们不到百分百能够涨 但是今天确实是涨了 但并不意味着 这次的 这次能涨 意味着以后同样的情况也会涨 这个没有百分百 但是呢 差不多就可以了 反正就这样子嘛 然后 再看看 另外一个是 这是找在哪里 我看这个 哦是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这 OMG 这个是什么 上海的 上海的 你看 这是我昨天的记录吗 现在已经涨了 现在涨了 百分之三点几的 这是 深圳 深圳 深户是吧 深圳的 大盘是吧 然后这里是上海的 上海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吗 这个点位 这个地方好像也是在这里 在这条石坡 上海的 他过去迟早会站到 升到这里 这是时间问题吗 不用什么担心的 反正有些人 有些 有些 有些很悲观的人吗 有些中国崩溃的人 说什么 经济会完蛋了 这个我觉得 我没有半毛的顾虑 没有 这根本就 我想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现在就说第一季度会有影响 第一季度 但是第二季度就开始快速的反弹 反正第一季度是没办法避免的 这个病毒估计要坚持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 一两个月吧 就是 我这样可能几个星期之内 这个高峰点就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要把整个社会的气氛再带动起来 全部人再回去上班 估计要几个月的时间 估计可能两个月左右吧 我不知道反正我只是觉得没有这么快 没有这么快 但是呢 只要能够致病的人数上升 快速上升 然后大家就没有那么惊恐的话 没有这么慌张的话 那就OK的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这个情况 168高位说完了 然后 FXI 我看看FXI 现在是表情面好的 还有AVGO 已经到了关键的价位 ORCL 我现在手上 今天又加码了 GD也 可以加码一点点 基本这样子 还有在BIB 对 BIB 我还手上BI 这个BIB 我是 BIB前几天 今天今天杀进去了 今天BIB也是医药股吗 这几天我医药股 就挺应该可能有点上升的空间挺大的 BIB我是在 这里现在已经长了 我在这里买进去了 我看看这一代 其实我现在专门说这种盘面 我看看能不能够反弹到290左右 我不希望300多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我觉得能不能够涨到290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290左右 290这附近 现在我保守一点 现在这种类型的盘面震荡的平行 平行震荡 现在最近这个我挺多的 还有就是这个股票BAKNG 所以BKNG吗 这个是booking 这个也是理论上讲 这个其实做个中长线挺好的 可以放几个月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漂亮的一个支撑点 非常漂亮 平行线吗 我现在装搞平行线 现在胆子小了 之前的话 前段时间我中间很爱搞斜线的吗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小心一点 比比GILD已经MD 这个是斜线非常漂亮 这个能够做期权这里很非常好 MDLG吗 之前我已经关注了几个星期的 AIG最近也是很不错的 这种这种盘面 还是那句话 没有什么都成功了 现在EBAYEBAY就是失败了 是吧 EBAY失败 今天的VZ Verizon也是 今天Verizon我测掉了 今天Verizon 今天Verizon的话 我到了这里我就放弃了吗 到了这里就放弃了 因为 在这一段其实我是 关注它在这一段吗 这一段如果没有维持得住的话 它到了下面 等于说要 要到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我当时看了看算了吧 不要了 也没有亏了0.6% 好像 这个0.6% 不怕后来我去买了BIB BIB更漂亮一些 它有什么来着 最近 哇 看一下看一下 不能管它了 OACL Core Account 这单其实我基本上飞 我这单估计明天会飞掉 看看明天能不能坚持住 SON 看看能不能飞掉 GD的话 今天我加码了一次 加码一次 Verizon已经飞掉了 OK好 好 基本上这样子吧 简单的快速的回 呃 看看市场的什么情况 我现在最后在结束之前 我最后再看看大盘吗 现在是最大盘在这里 0.77非常的漂亮 现在大盘的话 OK 好 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够碰到 3,300这附近啊 啊 300坑这附近 嗯 好 记得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看 就是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OK好 下次再聊 拜拜